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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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一个画家呢 他最重要的一生的目标 他应该是要建立自己的风格 那么一般呢 像参加比赛 那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那么真正呢 这个画最重要呢 那么要能够有 独特的个人风格 收集很多资料 参阅所谓的艺术史 然后观摩国外的作品 那走各大的展览场上 观看各种展览 那越画就越有心得 越画越兴趣 越画就越投入 一直画到都废寝忘食 后来想说 干脆我就全心全意的投入绘画 文化局办理多元连展 透过不同世代 不同创作媒材的艺术家 带给民众一场 精彩的视觉饗宴 同时也借由画家的生命经验 感受多元艺术文化底蕴 丰富心灵 体会艺术的真实与美好 公益频道张华允 彰化采访报道